大家好,我是MKC主播韩荣 今天要跟您分享具备长期获利特性的利他型商业模式 在获利世代一书中提到的商业模式图 将商业模式透过九大元件 包含目标课程、价值主张、通路、顾客关系、收益流、关键资源、关键活动、关键合作伙伴以及成本结构等 系统化的组织起来,说明商业模式是属于整体的系统运作 在利润的故事一株中,作者整理了23种的获利模式 以其中所提到的有关从卖家到买家,顾客解决方案获利模式为例 作者是以Factset公司的获利模式来做分析 该公司一旦确认某家公司是资讯业务的潜在顾客 就会派出小团队进驻该公司 花两到三个月甚至是更久的时间去学习 而且了解顾客的一切事物 以及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以发展出客制化的资讯产品与服务内容 定制符合顾客特性又经济的产品 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的特性是 初期所投入的成本高而且营收少 但是在持续提供客制化开发及服务的状况下 能够逐步的建立门槛不容易让竞争者进入 顾客在长期接受客制化的服务下 也比较能够建立信任度并且顺利的导入产品 同时也增加了顾客的依赖性 在产品顺利导入顾客的运作体系后 投入的团队人力成本会随着进驻人员逐步的撤出 而持续的减少 营收就会开始逐步的翻转 而更由于客制化的服务模式 可以让顾客有更高的满意度 因此也能够进而产生口碑行销的效果 Fedset公司的利他型商业模式 获利率将会随着时间而大幅的成长 而在产生获利的同时 能够再进一步的精进他所提供的服务 不断的增加顾客的依赖性 也跌高让竞争者难以跨越的门槛 从上述的商业模式图 来看Fedset这间公司的商业模式 它是以协助顾客解决问题为基础 来强化价值主张 并且透过客制化的服务 维持良好的顾客关系 也见此建立了一个 不容易被对手突破的特殊通路 而随着收益流的增加 持续减少成本的结构 成功的建立了 可以持续获利的运营模式 利他型的商业模式特征包含以下三项 第一是以增加顾客价值为前提 企业主动对评估为潜在的顾客 投入人力以及时间的成本 学习与了解顾客的需求 提供具有价值的服务 以增加顾客的价值 第二是持续的强化顾客的依赖性 以及信任度 目标顾客长期接受利他型的客制化服务 将会逐渐的产生依赖性 在建立了信任之后 也形成了不容易被敬业所取代的门槛 第三是逐步而且持续的产生获利 当利他型的企业对顾客提供的服务呈现稳定之后 获利将会随着逐步减少原本投入的人力 以及时间成本而增加 同时将资源再转而投入其他的目标 去创造更多的获利 最后 利他型获利模式的概念 主要就是要把握 先协助顾客解决问题 初期投入除了要尽量的了解顾客的需求 并且以专业能量建立信任线 获得认同感 以站在共鸣的位置为基础 进一步的发掘顾客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找到背后真正的原因 预见未来的发展方向 才能够在顾客的商业模式系统中 占有位置 并且持续的提供双方长期获利的服务 创造具有循环性的获利模式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